为什么同居过的女孩现在真的没有市场呢 前几天有一个男生来找我 找对象 他说他就想找那种没有同居过的女生 那我就问他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同居过的女孩分手了 那就跟离婚没有什么区别了 都是一样的 该开发的都开发了 都被别人玩腻了 除了没有什么法律关系 没有小孩之外 其他的跟这个离婚是一模一样的呀 自己凭什么要当这个接盘侠呀 更何况这样的女孩也不知道 他有多少个前任呢 我跟他在一起会感觉不是的 而且呢女孩子啊还要平等 要爱她要宠她包容她 那我的感受用谁来理解呀 所以他会觉得啊 跟同居过的女孩在一起啊 自己是非常吃亏的 因为他从来不跟任何女生同居 他觉得那跟结婚没有什么区别 对双方都是不负责任的 那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83年的啊 你都40岁了啊 我说你怎么还这么天真呢 居然问我啊 交友网站上认识的男人 聊了几个月了 都不提出见面是什么意思 我的天哪 你居然还问我 要不要主动约他一下 我就问他啊 这个男的是什么情况 他说比自己小五岁非常优秀 然后呢 那长相啊 真是长到了自己心坎上啊 说白了 你就是喜欢人家呗 按耐不住了呗 我说你啊 一个40岁的女人了 这个脑子里到底装的什么东西啊 人家跟你聊了几句 就等于他看上你了 人家为什么一直跟你聊着 又不跟你见面呀 这么大的人了啊 会不会分心 你就是人家养的一条鱼 你明白吗 你在他的鱼塘里啊 你都不知道被排到了哪个位置 要真的感兴趣 他早约你了 还能等这么久 你就换位思考一下嘛 如果你是这个男人 你能看上一个比自己大五岁的 长相也并不很促重的 身材还有点走样的 略微发福的40岁的女人 人家那不是个杀猪盘啊 你都万幸了啊 赶紧烧高香 那些在交友网站上聊天的女人啊 被骗财骗色的还少吗 真的是不清醒 还说自己就喜欢年轻点的 长得帅的男人啊 自己一年也能挣一百多万啊 不需要他太优秀 我真的是啊 被你搞得呀 真的下头 我说你要是真的是 想找个年轻的弟弟 那你可得想好了 人家那可就不是图你的人了 那真的是图你的钱了 你得舍得给你的小男人花钱 你懂吗 而一个男人啊 总是被你养着 时间长了 你自己受得了吗 那比你年轻真的又多的男人 能看得上你吗 你咋就老得这么自信呢 你别看那些老男人找小姑娘啊 那是人家舍得给小姑娘花钱 你以为小姑娘找老男人是图他的老吗 不可能吗 对不对 那反过来小男人找你 那不也是一个道理吗 对吗 他不可能图你老 图你胖 图你子宫都走样吧 但是啊 问题是自古女人都牧强 你又能熬几年 那你的小男人以后有了点本事了 仍然是想找个年轻的 这个就是现实 所以呢 我奉劝那些整天啊 做大梦的 大龄圣女 想通过婚姻发财的 想找个弟弟结婚的 真的啊 我奉劝你们搜起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啊 你们踏实一点 行不行 谈恋爱啊 是一定要速战速决的啊 为什么呢 今天有个姑娘啊 过来跟我抱怨嘛 说最近她跟男朋友啊 推进不下去的感觉了 明显对方对自己冷淡了 那我就问她谈了多久了 她说谈了五个多月 然后我又问她关系到了哪一步 她说自己啊 性格比较慢热啊 以前谈的男朋友都是主动追求她的 她呢 几乎不会主动啊 主要是自己不太会 而且呢 她又是拒绝婚前信心味道 所以目前他们的关系啊 也就是看看电影吃个饭 偶尔呢去爬个山 最多啊 有个拥抱啊 接吻都很少 也就是这样啊 我问她 那有没有见过男生身边的人 比如说亲戚朋友什么的 有没有去过男生的家 除了吃饭看电影 有没有一起经历过一些事情啊 有没有为男生付出过一些什么呀 她说这些都没有啊 但是她给男生做过一次饭 因为那天是男生的生日 那我一听啊 是这样啊 那我说 那人家可能就是在考虑 要跟你分手了 或者呢 就是已经找到了下一个想要接触的女生 所以我和你们说啊 谈恋爱是一定要速战速决的 除非你不想结婚 否则 谈到三到六个月就可以推进结婚的事了 女生不要那么卖热啊 非得等到有感觉了才行 男生呢 是没有那么大的耐心的 知道吗 但凡半年一年谈下来 你们两个 哎 所有的约会 还是停留在吃饭呀 看电影聊天 啊 双方的家里人朋友都没有深入接触过 啊 也没有深聊过谈婚论嫁的事儿 也没有具体商量过什么细节 那你这个路子真的是就走歪了 啊 这样谈下去呢 不要说半年一年 再给你两年三年啊 都是纯粹的浪费时间 那么重点就来了 下面呢 我说三件事啊 做好了就可以快速推进结婚的进度了 第一点就是交往出去就要明确的表示自己是要奔着结婚去相处的 甚至呢 你可以告诉对方一个时间节点 大概是半年或者八个月 或者是一年 如果不合适 咱们就在这个期间尽快分开 如果合适的话 最多谈这么久 不要用我们女生自己的思维去想啊 哎 觉得这个话一说出来 啊 你就掉价了 其实完全不会的 对于想要结婚的男生来说 你这么说 其实是加分的 会因为这个话 而吓跑的人啊 本身就没有做好要跟你结婚的打算的 所以这样的人 你早一点筛选出来是好事啊 第二点 快速主动的突围 主动出击啊 除非他确实工作很忙不方便 否则其他的时间 你想给他打电话你就打呗 啊 你想要跟他聊视频就聊呗 啊 包括 积极深入到对方的生活核心圈里面去 啊 比如说他多年那些要好的朋友啊 他的朋友圈 你得进去 认识他的家庭成员啊 这些啊 要多相处 因为只有这样呢 你才能全方位的去了解一个人道 如果对方啊 找各种理由不配合你啊 那你心里边就要有点数了 知道吗 说明其实你啊 没有进入对方的认可的范围内 可能他还没有要和你结婚的打算 啊 第三点呢 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一定要交流一下 未来在钱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啊 了解彼此的消费观 以后的家庭开支 谁来做主 财务是合并 还是财务AA 或者财务AB制 总之 一点点讨论清楚 也只有讨论清楚 你们才能算啊 真正的在交心 在交付未来 不要觉得这种话开不了口 因为只要你是想和这个人结婚的 那这个钱的问题啊 就是绕不过去的 与其你们谈了很久很久 已经付出了很多时间成本了 再去面对这个问题 会不会太晚了 还不如早一点啊 做到心中有数 知道吗 所以你们觉得 我说的 对不对 今天有个挺有趣的事啊 我来聊一聊 今天上午啊 有一个89年的男生啊 来我们这呢 咨询一些相亲的事啊 正好呢 有一个93年的女生呢 也在这 这个姑娘呢 正在跟前男友通电话啊 就那个声音啊 分贝特别高 大家都能听得到的那种 就听到他在电话里边啊 大声的数落他的前男友 他说 我是不会跟你结婚的 连20万的彩礼 你都拿不出来 上班 挣的那点钱 够干什么用 你自己喝西北风 你还想带上我呀 别跟我说什么感情 你不想付出 就想娶我呀 门都不会有的 还有啊 你们家那个房子 才六七十平 让你加个名字 给我点安全感 你就找各种借口不同意 说这是你父母的房子 那你倒是自己买一套啊 没有能力结婚 就别做白日梦了 以后啊 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行吗 他挂完电话之后啊 那个89年的男生啊 正在旁边填写信息 这个女生呢 就偷偷的凑过去啊 看了一眼 转过头就跟我说啊 你看 这个男生的条件啊 就是我就特别满意的 能不能现在给我介绍一下 认识认识啊 我呢 就拿过那个男生啊 填写的信息看了一下啊 185的个子啊 美国海归硕士 北京人家里有好几套房子 男孩呢 自己年收入六十多万 然后啊 我就过去问那个男生呢啊 我说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男生说啊 我想找个95后 身高呢 因为68以上 最好是北京本地人 硕士学历 长相漂亮点的 我结婚是不讲究财礼什么的 如果女方那边 要提财礼的话 就免谈了 另外 我们家房子挺多 但是啊 都是在我父母名下的 所以我也不可能 给我的老婆加名字 最好她自己呢 也有房子 我听完了之后啊 我就看见旁边 93年的这个姑娘啊 一脸的尴尬啊 因为她没有一条 是符合对方要求的 但是你们知道怎么着吗 她这个时候很不甘心啊 她居然就厚着脸皮啊 上去 要这个男生的微信 男生说就别加了吧啊 我呢 对你这种谱性女 一点兴趣都不会有 你倒贴给我 我都不会要 你们看看啊 就是这么个事 姑娘啊 被狠狠地打脸了啊 我跟你们说一个 相亲真相吧 当你对一个人的身高 长相 学历 家境 各个方面 你都很满意的时候 这个人 她百分之百是看不上你的 你信吗 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物质女呢 导致了婚恋市场啊 充斥着一种交易的味道 搞得现在的女生啊 都变成了大龄生女 宁愿高质量的单身 她也不想要低质量的婚姻了 而男生呢 干脆躺平不谈恋爱不结婚 有的人说啊 这是多年的资本运作释放毒鸡汤啊 刺激男人为女人买买买造成的 刺激经济雄起之后的后遗症 就是现在的婚恋现状 但是以我看啊 这真的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资本只不过 它起到了一个 推波助澜的作用罢了 真正的幕后黑手啊 是我们的教育 我记得在二十多年前啊 就有人在倡导啊 一定要富养女儿 穷养男孩 这个概念呢 改变了很多人的认知 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视频啊 刷爆了全网 一个十八岁的女大学生 为了买苹果手机 跟她的父亲要八千块钱 而她的父亲啊 拿不出来这笔钱 她呢就把刀 搁在自己的脖子上了 威胁她父亲 最后导致了这个父亲啊 要喝农药去自尽啊 这位父亲就是一直以来 他都是尽量要满足 女儿的物质需求的 导致他最后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在我多年的工作经历当中啊 也遇到过很多啊 被富养长大的女生 她们找个对象 真的是挺难的 知道为什么吗 虽然当初倡导这个观念的人 说的要富养女儿 指的是啊 培养女孩子的气质 让她呢 得到更好的教育 让她看到更好的 更广阔的天地 增加她的阅历 丰富她的内涵 培养她独立和开阔的眼界 只可惜啊 很多很多的老百姓啊 都误读了这个信息 她们认为的富养 就是自面意义的富养了 结果导致女孩们啊 从小对物质的需求 就会得到回应和满足到 以至于这些姑娘啊 长大以后啊 要面临着结婚 要从原生家庭啊 走出去 去到另外的一个家庭里 她呢 就会有一种不安全感 她希望这个婚姻啊 仍然能够像 她原生家庭那样 可以去满足她 所有的物质欲望 不想受一点点的委屈 所以呢 她们但凡有一点资本啊 就都想找一个 经济条件 很好的人结婚 哪怕没有什么资本的女生 也都天天在憧憬着 遇到个霸总爱上她 不然哪来的那么多 田野员女啊 朴姓女啊 她们不接受婚姻 带来的贫穷 或者说物质上的匮乏 都想不劳而获 让她们过那样的生活 简直就是生不如死 而男生们啊 都是穷样长大的 很难理解女生 怎么那么没有金钱概念呢 花钱如流水的习惯 经常让她们瞠目结舌 不敢苟通 在我的工作中 听到男生们说的 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我感觉啊 我们的消费观不太一样 往往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被拒绝的女生 非常非常多 所以物质欲比较强的女生 实际上啊 她是很难遇到一个 跟她价值观 完全契合的男生的 即便是有很多很多 有钱的人啊 内心里啊 其实也是看不起 这一类女人的 你们觉得是这样的吗 最近呢 来了个92年的男生啊 上来就跟我说啊 只有一个需求 就是呢 她想找一个正常点的女孩 话说这男孩条件 还是不错的啊 北京人 有房有车 她自己呢 是硕士学历 父母都是大学教授 男孩长相性格 也都挺不错的 她说呢 最近这几个月以来 她相亲都相了 不下十几个女生了 但是她总感觉 哪儿不太对劲 她就问我啊 说现在的女生 是不是都这样啊 怎么感觉一个个 都不太正常呢 要不就是自己不正常 然后她就跟我讲了 她这半年来的遭遇 她说啊 跟这些女孩聊天 真的是很要命 要么就是半天了 才回复你的信息 甚至呢 有一两天才回复的 要么呢 就是聊天的时候啊 惜字如今 回复的内容特别的少啊 基本都是NRO 这种时候是比较多的 这种呢 她其实很快也就不聊了啊 你想硬着头皮 去找话题 太累了 最后呢 介绍人还会传过话来啊 说女生说自己啊 不积极不主动 聊几天就不聊了 没有一点耐心 可是明明是她们很冷淡啊 还把屎盆子扣在她头上 真的是气死了 然后呢 女生还会跟别人去分享啊 说相亲男太下头了之类的话 这个时候啊 不管是没人还是家长 都会督促男生 说你要脸皮厚一点呀 嘴巴甜一点 你主动一点嘛 但是啊 却从来没有人去告诉女生 你应该怎么主动 怎么去回应 还有的女生啊 约出来见个面啊 吃饭的地方选的不好 她还会特别的不高兴 给男生脸色看 然后啊 就再也约不出来了 还有的呢 是约会多少次了啊 连一瓶矿泉水的钱啊 都舍不得付 就看着男生啊 像个舔狗似的啊 在那各种买买买 各种富富富 女生好像觉得理所当然 她说啊 现在相亲真的啊 都是这种填狗式的相亲吗 那真的是把男生 往绝路上逼呀 我们也需要尊严 我们也需要对方的付出 我们也希望对方有所回应 那什么都得先考验男生的诚意 那你们女生的诚意 到底在哪呢 难道女生的诚意 就是爱大不理吗 女生的诚意就是 这边花着男生的钱 那边还说着男生 这个不合适 那个不对劲吗 还有个女生啊 都临着要见家长了啊 突然说啊 婚后必须上交公司卡 房产上呢 必须加自己的名字 这还没结婚呢 就开始算计上 自己家里的钱和财产了 总之她说 现在啊 就想找个正常点的啊 能正常谈个恋爱的 其实这种事啊 我相信好多人都经历过 其实在这场闹剧里边 我觉得啊 这个男生并没有做出什么事情 反而是我要告诫女生们 现在时代真的变了 你既然进入了 相亲这个圈子 就别想着 等男生来追你了 特别是在北京上海 这些大城市 你不愿意主动一点点的话 你只会被很快的淘汰掉 明白吗 这红娘做久了啊 真的是啊 什么样的人你都能见到 什么样的事你都能碰到 我一直呢都在说 要抵制毒鸡汤泛滥 可是啊 我现在觉得 毒鸡汤都不可怕 可怕的是 现在有些女人 那颗不知廉耻的心啊 一谈恋爱 就想着办法啊 搞男人的钱 最近有一个24岁的姑娘啊 跟我说 他相亲认识了一个40多岁的大叔 这个大叔呢 真的是很喜欢他 对他很好 也很大方 要什么买什么 真的是像疼女儿一样疼他 谈了快一年了 大叔给他送了套房子 说想跟他结婚 姑娘说 那结婚的话 得先给他买一辆80万以上的车 再给他200万现金 才愿意跟大叔去见父母 大叔虽然答应了他 但是就是一直没有兑现承诺 我就问他 你是真心想嫁给他吗 我这一问 他反而有点犹豫了 说 我就是想拿了钱之后再说嘛 然后啊 他还问我啊 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大叔先把钱给他 我当时听了这话啊 气都不打一出来了 真的 不知道啊 什么样的父母 能生出这种不知廉恥的女儿来呢 现在一些年轻的女生 真的是啊 道德很沦丧啊 已经都没有下线了 渣女的数量啊 我觉得比渣男的数量 要多几十倍都不止 他还给我看了一个网上的视频 是一个主播啊 在教年轻的女生 怎么搞男人的钱 这个视频啊 居然点赞几十万啊 评论区里边全是女人 一帮年轻的小绿茶啊 各种提问 各种分享攀比 在男人那儿 搞了多少钱 那些三四十岁的女人啊 也跟着起哄啊 懊悔啊 自己怎么就这么傻啊 完全就不懂这些套路 恨自己学的太晚了 白活了这么多年 真的是啊 毁三观 这满屏啊 都是怎么搞钱 怎么搞大叔 我想说啊 这些丑恶的灵魂 怎么是 是怎么练就的呢 这些人的 有灵魂啊 我觉得都是抬举他们的 这些丑恶的嘴脸啊 真的是令人作恶 我真的是第一次感觉到词穷 道德沦丧啊 到如此境界 真的是人类的悲哀 尽如此赤裸裸的啊 暴露丑恶的人性 如今呢 这些渣男啊 跟这些渣女啊 相比啊 简直就是小物见大物 这么多想不捞扰货的人 不知廉耻的心 怎么会没有 毒鸡汤泛滥呢 为什么毒鸡汤 不毒不到男人呢 因为男人觉得 这些什么套路啊 攻心机啊 他觉得是 拿不上台面的东西 不太被他们 主流的群体接受的嘛 一个搞钱视频啊 几十万的点赞啊 如此庞大的数量 这种丑恶的势力啊 不可小觑的 同时呢 也提醒那些 想通过套路搞钱的女人 想做绿茶的女人 别把男人当傻瓜 他愿意给你花钱 那是爱你 不是傻 你懂吗 现在的男生啊 他们出来相亲啊 已经达成了几条共识 你们知道吗 反正他们现在 大家都在这么做啊 首先呢 相亲第一次出来见面啊 不会全部的消费 都自己掏钱的 不管这个女生多漂亮 他有多喜欢 只要是遇到那种 非要吃大餐 逛商场的女生啊 他们一定会想办法 撤离现场的 第二条呢 交换联系方式之后 这种回消息 特别慢的女生 比如说 上午发消息 晚上才回 那这个呢 直接就会删除的 大家都很忙 行就行 不行就下一个呗 现在的男生 每天工作也很忙 女生还希望 他主动花时间 给你聊天 那人家也主动了 但是你呢 还要端着那个架子 他如果真的很会 哄女生 他有这个功夫的话 他生活中 不早就脱单了嘛 所以女生啊 也想想啊 你们那些慢热呀 矜持啊 可能现在真的不太管用了 你不行 不主动 人家马上就换下一个了 第三条啊 两个人聊天 聊了很长时间 但是这个女生呢 就是很难约 约不出来 约了三次都不出来 那直接就拉黑删除 谁也不想给谁 做备胎的 没有那个功夫 给你耗的 第四条 就是约会了三次 还不肯确定关系的 你约他 他也不拒绝 送礼物他也收 虽然这样 但是人家就是 不跟你推进关系啊 这种女人啊 赶紧删除 那明摆的就是 把你当成了饭票啊 提款机 反正他自己又不吃亏 对吧 第五条 确定关系之后 三个月还没有 打算见父母的 果断分手 要知道 你们都来相亲了 就别整那些复杂的东西 行就行 不行 马上就下一个 没有必要浪费彼此 宝贵的时间的 你说对不对